各位網友好 歡迎收看總編輯時間 我是杜萍 在數字化 飛速發展的新時代 人們一方面受益於技術帶來的便捷 另一方面對數據安全隱患 又產生了擔憂 民眾因為個人信息被泄露 導致私人生存或生活被打擾的例子 早就已經是律見不鮮了 手機APP成為隱私泄露的 重要的災區之一 上個月中國工信部 向社會通報了26款違規調用 手機 麥克風 通信錄 相冊等 權限的APP 那麼這些APP通過 鎖起用戶的手機權限 私自收集個人的信息 並且洩露給第三方 從而獲取了非法的收益 截至目前 經過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核查 還有10款APP 沒有按照要求完成整改 為了保護用戶的隱私安全 工信部宣佈對違規的APP進行下架 如何保護個人隱私安全 在3月4號召開的 全國政協首場記者會上 也成為了熱議的話題 新聞發言人郭衛銘表示 中國政府對個人信息安全 十分地重視 他還證實 《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 已經提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這一法律的辦佈和實施 將會對保護個人信息安全 發揮重要作用 保護個人隱私 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 這既需要個人和企業的警惕和自律 更需要立法保護 加強懲戒 違規行為的力度 好 這個信息是不錯的 因為在現在的信息時代 個人信息確實是 要更好的保護了 因為確實現在詐騙 各種各樣的都太多了 所以立法規非常及時 今天的主要的新聞是在北京 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 四號正式開幕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 跟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做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 汪洋表示 2020年全國政協 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 臨心俱立 2021年要聚焦十四五 開局的起步履職盡責 汪洋並強調 把全國政協堅定支持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要求 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 四號下午三點在人民大會堂開幕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 現在我宣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做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 做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 他在開篇形容2020年 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 面對嚴峻複雜的行事任務 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團結帶領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 眾志成城堅苦奮戰 劃偽危危機 抗議鬥爭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 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 創造了人民滿意 世界矚目 可以載入史冊的新輝煌 王陽說 在特殊的年份 政界委員書寫了特殊的作業 政協發揮網絡疫症優勢 確保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條件下 履知活動不鬆不亂不斷 全年共辦重要的協商活動23次 一共收到委員提案5974件 港澳委員的政治責任 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強化港澳委員政治責任 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 鼓勵港區委員围绕推動香港公安法制定實施等持續發聲 綜合運用雲外交和線下交流方式 開展對外交往 針對美國所謂涉疆涉港等法案和涉疑反華議案及個別政客反華釐論 通過發表聲明組織座談和委員接受採訪等方式予以嚴正駁斥 對於新的一年 王陽表示 全國中協委員應在緊扣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 認真的履職盡責 緊盯社會重大關切 加強思想政治引領 廣泛凝聚共識 匯集團結正能量 他強調 中協委員今年要堅定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鳳凰衛視 胡靈晨妾百見 北京報導 另外一方面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四字會議4號晚上 也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大會發言人張燕穗回答鳳凰衛視記者有關 全國人大是否將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提問的時候 強調從限制層面對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做出決定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和責任 我是香港鳳凰衛視鳳凰網鳳凰秀的記者霍尤瑋 剛剛發言人士提到了 在今天的大會預備會通過的議程當中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字會議的議程當中 有一項是要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決定的草案 請問這是否意味著全國人大將會對香港的選舉制度做出修改 會怎樣修改 謝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 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的情況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 做出完善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從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 從限制層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做出決定 既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 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責任 關於這項議程的具體內容 請你關注後續會議的情況 謝謝 今年的全國兩會呢 事實上確實是非常重要 主要的是在於中國發展的方向的問題 也就是說第十四五個五年規劃嘛 這個開局之年 所以在這次兩會期間 特別在人大會議期間 會進行一個詳細的討論 然後就這個方案呢 最後一個確定 那麼這個是涉及到中國發展的這個 至少五年時間吧 中國發展的一個 各個層面的一些規劃 當然是宏觀的 但是宏觀肯定會對所有的層面 進行一個引導作用 那十四五規劃它主要是 側重哪些方面 你包括比如說現在跟這個 世界發展的大的趨勢 科技發展 還有中國目前的這個經濟的增長的模式 像兩個大循環 大循環這個之間 就是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循環之間 它互動的關係 以哪個為重 這兩個大市場 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 怎麼樣來形成一個 比較良性的循環 等等的一系列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能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指導意義 那麼都會牽涉到方方面面的 很細節的 一些大的建設工程啊 大的一些建設的項目啊 和目標等等 那所以呢這個 這個本身一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比較剛理性的一個規劃 同時另外一方面呢 當然也會涉及到香港問題了 那麼香港現在的選舉制度的改革 是在這兩次 這個這次會議當中啊 應該是一個焦點之一 那麼現在呢 就是有記者也多次地提到這個問題 發言人呢也提到 因為很多的細節還在討論當中嘛 所以還沒有辦法在這個記者會上 進行公佈 還需要看後續的這個會議的進展 和最後的決定 那麼從目前來講的話呢 就是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 肯定是要進行了 那麼而且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方方面面所發出的信息都很多 像比如說選舉特首的 這個選舉委員會 它組成的情況 怎麼來組成 或者說它的人數應該是多少 是不是要改變 包括香港立法會的人數等等方面 會不會發生改變等等 這都是未來幾天時間裡面 所要公佈的詳細的一個方案 好 下面呢就是涉及到這個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號 在闡述美國八大外交優先事項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項提到說 管理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 就是美中關係 它表示中國是唯一在經濟外交 軍事科技上對國際體系的穩定 和開放構成嚴峻挑戰的國家 也對美國想要建立的 國際規則價值觀和其他方面 構成了挑戰 在此之前呢 中國外交部曾經表示 希望美方客觀理性地看待 中國和中美關係 多做有利於增進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情 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 布林肯在講話中把美中關係 列為美國八大外交優先事項中的 最後一項 中國也是唯一被單獨列出的國家 他指出 俄羅斯 伊朗 朝鮮 都給美國構成嚴重挑戰 美國在也門 埃塞俄比亞 緬甸 也面臨著重大的危機 但是布林肯表示 中國構成的挑戰有所不同 布林肯認為 美中關係既有競爭也有合作 必要時還存在敵對關係 但無論如何 美國都需要從具有優勢的位置 與中國接觸 中國訪問 中國現在要討論 中共等身體 中國正常的成果 中國最重要的 中國是共同的 中國政策 中國的安全 確保余力 與藝術 而不奉辱 中國的綜合力 我們的共同 我們總共同 支援力 中國的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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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肯在演講中十次提到中國 為應對中國構成的挑戰 他呼籲美國投資國內的工人 公司和科技 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 因為只有這樣做 美國才可以在任何競爭中 立於不敗之地 鳳凰威視 王兵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那麼在13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4號晚上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大會議發言人張燕穗 也回答了美聯社記者 有關拜登時期中美關係的提問 我們看一下他是怎麼回應的 2月11日 習近平主席同拜登總統通了電話 兩國元首就廣泛的議題 深入交換了意見 雙方同意就中美關係 和共同關心的問題 保持密切聯繫 中國的對美政策 始終保持高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中方一貫主張構建 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 同時堅定地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關於中美關係 我想可能在這次兩會期間 可能還會不斷地在記者會上 被提到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個人認為就是從布林肯的 這個外交政策的演講的內容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有這種感覺 也就是說在八大任務當中呢 其實中美關係對中國的政策 是放在最後的 是第八個問題 前面基本上都涉及到 首先涉及到美國的疫情 美國的經濟 這個比較多一點 那麼再涉及到中美關係的方面呢 就是布林肯對中國的判斷 應該可以說是這個 給人家感覺就是 反正中國對美國 對國際體系 美國的價值觀 會構成一些威脅 而且最有能力 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裡面 最有能力挑戰美國的 那基本的判斷就是這個 同時另外一方面 涉及到中美關係的互動方面 他用了三個形容詞 第一個就比如說是合作 第二個呢就是 就是一個是合作 另外一個是一個 像類似分歧吧 還有一個就是不是敵對的 而是說是對抗性的 這個合作 競爭 對抗 這六個字呢 可以從他的角度來講的話 形成就是未來四年 中美關係的基本的現狀 但是我總體的感覺呢 就是這三者之間 這個應該看上去還是比較平衡的 一個肯定有合作 肯定有這個對抗 對吧 也肯定有競爭 這個都有 但是最好不要對抗 這是中國方面呢 就是一致的立場 就是最好不要對抗 這個呢能不能做到 就是說以合作為主 這個競爭同時進行 我想這個可能是雙方 都應該做好準備的 至於就是說將來 美國到底會對中國 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 實際上現在也很難判斷 我覺得就是從這個對中美關係 性質的判斷來講的話 大家很清楚了 中方其實更清楚 但是對未來具體處理一些 很多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這個可能是最關鍵的 所以我想呢 可能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講的話 有一種危機感 這種危機感呢就是說 就是說根據他的判斷 中國在經濟上 軍事上 科技上 還有在國際事務當中 好像都是朝著美國這個方向 就是步步的緊逼啊 對吧 就是跟美國的差距距離 越來越近 它有一種危機感 那麼為了應對這個危機感的話呢 它就制定這樣一個措施 可是呢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跟其他所有國家是一樣的 外交是內政的嚴神 內政搞不定的話呢 那外交政策估計它的力量 就會弱一點 所以美國現在疫情啊 經濟啊等等這方面的問題呢 可能會對美國的對華政策 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約束 好 下面呢就是 美軍在伊拉克西部安巴爾省啊 的阿薩德空軍基地呢 3號遭受了襲擊 造成了一人死亡 拜登總統下令說 徹查幕後指使 白宮不會排除 會採取軍事報復行動 襲擊發生在3號早上 據美國軍方判斷 有多枚火箭彈從阿薩德空軍基地 東部的多個地點發射 對基地進行襲擊 雖然未直接造成人員傷亡 但是美國國防部表示 一名美籍合約承包商 在掩體中躲避攻擊時心臟病發 最終不治身亡 路透社引述政府官員稱 依據襲擊的模式判斷 其特徵符合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 但美國總統拜登和國防部 均未明確指出失息者 僅表示正在調查當中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科比透露 基地遇襲時 啟用了反火箭彈系統 且雙方有交火 但他並未完全證實 伊拉克軍方發佈的 美軍基地遭受10枚火箭彈襲擊的信息 他僅表示基地感受到了10次衝擊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同樣強調 美國不會做出草率或不明智的決定 無端使局勢升溫 但也絕不會被對手玩弄於鼓掌之中 如果經評估之後 允許做出進一步的回應 美方將依照自己選擇的方式 和時間採取行動 由於基地內還有英國和丹麥駐軍 英國駐伊拉克大使 對此次襲擊表示譴責 丹麥外交大臣科夫德 則表態稱完全不能接受 並強調基地內派駐的聯軍 是為了維護伊拉克的穩定和安全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下面請看一下 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的重要標題行為 休息一下再回到總民進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T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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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at pat到超贊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杜萍 法国前总统萨克齐 近日因为贪腐和以权谋私罪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他的律师已经提及上诉 萨克齐本人3号也公开表示 将会为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战斗到底 法国前总统萨克齐 当地时间3号就自己被判刑的事件 接受了法国电视一台 晚间新闻的采访 他强调将会为证明 自己的清白而战斗到底 本月1号巴黎清罪法院以腐败和以权谋私罪判处 萨克齐有期徒刑三年 其中一年实行 两年缓刑 诸申法官认为 萨克齐利用其身份及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拉拢法官 以满足个人利益 其行为性质特别严重 而萨克齐的律师也在宣判后提出上诉 依据法国法律规定 入狱服刑一般适用于包括两年及两年以上的实行 因此 萨克齐在上诉程序走完前不需要服刑 而上诉后的重新审判预计将于2022年进行 富航卫视 金亮 法国 巴黎报道 法国前总统萨克齐被判出三年有期徒刑 其中一年实行 萨克齐也因此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 第一位被判入狱实行的前总统 来看今天的欧洲观察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韩国多位总统先后被判刑入狱的情况 但是法国前总统被判刑入狱 还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历史上的第一次案例 去年去世的另一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也曾经涉嫌巴黎市政府虚设公职案 在2011年以挪用公款及滥用信任 被判处缓刑两年的徒刑 但是没有因为被判实行而真正入狱 虽然这次萨克齐被判三年徒刑 两年缓刑 其中一年实行 但是根据法国修改后的刑法规定 少于两年的徒刑 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自由执行 法官已经提出 萨克齐并不需要真正入狱 但必须在家中戴上电子手环或者脚环 实行一种变相的家庭软禁 而萨克齐如果上诉成功 也有推翻一年实行判决的可能 但是萨克齐目前遭到 多达12个案件的司法指控 虽然其中的两件撤回 一件定罪 但另外的九件还都在继续调查之中 所以并不排除日后萨克齐 遭遇刑期更重的其他判决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 萨克齐这个被判 这个一年实行 也就是说待在家里面了 待在家等于相当于软禁了 不见得就是到监狱 但是后面还有两个官司 这个官司缠身的话 对他的政治抱负来讲 王应该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可以这么讲 就是萨克齐的政治生命 基本上结束了 参政再竞选总统 基本上没有可能了 那么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 正反两面的效果 第一个就是对法国的 左翼实力来讲的话 当然非常高兴 因为萨克齐他是比较激进的 右翼的政党 右翼的政客 过去很多人恨他 特别是从左翼的角度来讲 恨得要死 恨得入骨 他当内政部长 然后到当总统 基本上他推行的政策 都是非常激进的 很多的社会党 或者是他的支持者 都是反对他的 但是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因为他是 法国右翼政党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所以这样一个 司法方面的审判刑 有可能会使得 和法国的右翼的势力 就更加团结起来 那么到20应该是两年之后 在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力量 这是我的个人的判断了 但是对他本身来讲的话 这个判刑是不是合适 因为很多他的支持者 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说 这是一个政治审判 也就是说左翼政党 左翼的人士和那些实力 对这个右翼势力的一种反攻 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打压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的 比较客观的讲 就是萨科奇他这个人 能够被判刑的话 我觉得是罪由应得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做的错事情 实在太多 他的性格太张扬 所以在考虑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那种性质来做的 他没有考虑到更多那些法律方面的东西 权力太大嘛 性格又很猛 很高调 生活也不是很不拘小节 很浪漫 又是很奢侈 所以造成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判刑应该对他来讲 还是比较适合的 好 下面最后呢 请你浏览一下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